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的酸溜溜 其实条件比一比 中国医保偏向商业险 有保才有补助 台湾则是全民纳保 而看感冒的门诊 医保采除值付费 住院才有补助 另外在国外看病 医保不补助 台湾健保却可报销 而这位台妹PK 从台南驾到上海10年左右 2019年开始拍影片 在中国影音平台累积超过12万粉丝 多次公开支持 两岸统一 我国国安单位指出 中国近期调整对台认知作战 培育网红直播主 试图影响舆论 而且不止健保 被这位台湾妹子拿来做文章 请各位不要购买任何 台湾制造的肉类产品 莱猪也成了攻击标的 甚至薪资也被批评 大陆的整体薪资水平比台湾好 置之不离中国墙 其实中国官方还开发一套 网红课程 从去年8月开始 福建厦门台联主办 海峡两岸青年网红主播大赛 类似活动浙江也有 训练怎么拍短影音 秀场直播 直播带货 短多长空 短期间看起来会有混淆 四星的效果 不时甚至是丑化台湾的言论 会造成台湾的民心 更大的反弹 网红培训 看似不着痕迹 是否涉及影响台湾选局等 国安法 反渗透法 适不适用 政府似乎得更全面防堵 红色渗透 三小流行专会期待不到